7月1日 多個消息來源透露 希普·希克斯的中共病毒檢測呈陽性 希克斯是特朗普總統的顧問 他與特朗普總統一齊乘坐空軍一號 參加了星期二晚 在俄亥俄州的首場總統辯論 星期三他也與總統特朗普一齊 前往明尼蘇達州的德勞斯參加競選集會 彭博社首先引用白宮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 報導了這項消息 報導說總統的所有員工 在與他一起乘坐海軍陸戰隊一號的時候 都有戴口罩 而希克斯這個星期 與川普一起乘搭飛機的時候 也有戴口罩 在福克斯新聞採訪中 特朗普說希克斯的測試結果的確是陽性 他是一個勤奮的人 經常戴口罩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一直努力 甚至沒有短暫休息的希普希克斯 剛剛對COVID-19測試呈陽性 太糟糕了 我和第一夫人都在等待我們的測試結果 同時我們將會開始隔離 10月2日 川普在推特上公布 確認自己和第一夫人的COVID-19測試 也呈陽性 先進去 20月1日 3日 20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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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